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家庭內安居》 我是節目主持人胡亥軒 現在愈來愈多人都想自己的安樂窩打造得漂亮 所以愈來愈多人都喜歡請室內設計師幫忙設計家庭 究竟自己的安樂窩的要求及各方面的設計 當中能滿足自己的話 當然是住得舒服一點 今次我請到一位嘉賓上來和大家聊聊 他就是來自旺室設計有限公司的設計總監 Steven Steven 你好 你好 我想問問你 現在愈來愈多朋友 就想請設計師幫忙設計自己的房子 其實是不是這個趨勢來說 通常都說愈來愈多朋友去找你們呢 其實都是的 因為事實上我們對這方面會多一份有專業程度 其實我們在很多運用上都需要在設計師方面幫客人構思 其實都越來越多 我想問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其實好像我們以前未認識請室內設計師的時候 即是去一個簡單的家裡的設計 在你們的眼中 其實我們一個簡單的設計 可能我們未學過的朋友搬住一間屋裡住 其實在你們的眼中是不是真的差很遠呢 其實空間運用方面 其實都不是的 其實一般的家庭不能像示範單位一樣 要做到很多元化或很多物料形容 其實我認為一個家庭可以做得穩定一點 其實你可以在設計上簡約一點 即是多一些東西加的感覺 我覺得已經可以切合到一個設計主題 我知道剛才說到 其實你有幫助很多發展商 有做示範單位 其實示範單位當中 是否最初開頭的時候 一定要想了很多的心思 去佈置得漂亮的 給這個買家去看 是否一定要想很多時間 是的 因為設計示範單位 跟一般的家庭都有少許分別 就是它會比較偏向一個視覺上的畫面 可能在設計上要大膽一點 可能有很多的變化 跟一般的家庭有少許不同 因為一般家庭始終是牽涉到 可能業主本身的個人氣好 或者一些生活習慣 所以在這個設計上也會有少許活動 有沒有試過一些客人去找你的時候 說我見過一個示範單位很漂亮 可不可以將示範單位的一些元素 直接copy到自己的家庭上 其實有沒有這個可能 都有試過 我也可以 但我會建議 當然有時候看示範單位 可能會有一些是真的自己喜歡的 或者是 看過其實真的很想用在自己的家 但其實我們自己在設計師的角度來看 其實有些東西是適合兒子的家 不需要很刻意去做得很浮誇 也要懂得如何收放治癒 總之自己注意得下來是舒服的 我覺得還可以 越來越多客人 剛才就說很喜歡請設計師 你們的朋友一起去溝通一下 如何打造一個安樂窩 其實在客人的需求當中 其實有時我都會覺得小不免 和設計師的設計理念都會有些少衝突 其實大家兩者之間應該如何溝通 你覺得最適合理的東西嗎 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室內設計是很人性化 因為你始終會牽涉到業主的喜好 就是剛才所說的生活習慣 其實我們設計師的身份 其實在某程度上來說 其實可以說是對業主 是幫助業主去達到他想要的理想 當然你說有時跟業主的溝通其實很重要 知道他喜歡一個什麼類型的風格 有些會比較喜歡和諧一些 有些會比較喜歡模特兒一些 浪漫一些 其實我們會針對跟業主一起溝通的時候 可能會很細心去觀察他們 或者是掌握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我才會幫他們做到一個好的設計 現今其實現在有些什麼設計 是比較時興一些的 比較時興一些 其實現在在市面上出了很多新的物料 就像我今天帶來的這類型的藝術批檔的形式 其實都是一種新的物料 這些叫藝術批檔 其實是什麼一回事 其實是什麼時候開始興起的呢 不如直接我們去講一下這個 其實這個我看到其實挺特別的 好像是不同的物料還是怎樣的呢 它也是同一種美國的灰泥質的物料 是 同一物料來的 同一物料來的 其實這種物料的特性就是它的可塑性很高 它也是有防水防霉的作用 好像我們現在看到的可以仿木 這種仿木的形式可以做到 在表面上可以做到你想喜歡的那種顏色 即是你理想的顏色 也會有一些類似防磚的效果 這一種就是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看上是有些不同的 比較現實的圖案都可以做到 通常這些物料的藝術批檔 會運用在這間屋內的哪些位置 其實是因為這種藝術批檔 我們通常都是希望可以塑造到一些比較自然的氣色 其實你說用在哪個位置 其實每一個位置都可以適合用 只不過是因應當時設計的氣氛 除了它的可塑性很高 它的防水亦都可以 因為它的密度很高 所以它做到廚房或廁所 甚至是一些露天的天台 它都可以做得到 你不需要擔心它會怕水 這個物料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現在開始越來越流行 更年會比較流行 在你的作品當中有些什麼是運用到這個藝術批檔 都有的 其實我曾經試過有一個客人 有一個信基督 他都希望可以在家裡 可以有一些關於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概念 其實客人試過將一幅長生寫了God is good 一個很宗教的一個 亦都是對自己的理念的做法 我覺得是不錯 你可以在圖案上挑剔一些字上 字都可以寫 除了剛才我們也有見過一張照片之外 另外一個好像是藝術批檔 我想了解一下這個是怎樣的 這個真的要花功夫 這個屋主選擇了一種圖案 他很喜歡這個花圖案 所以他希望在屋內都可以用這個物料做到這個效果 很特別 其實它是浮雕的形式去做的 如果你近一點去看 其實它是有凹凸的 我已經看到了 在圖案上 但浮雕 豈不是最初開頭的時候 已經要將這個批檔 整幅放上場之後再雕嗎 沒錯 類似這樣的做法 因為它都很花功夫 還有這種有一個好處 有一個挺特別的特性 就是你選了一個圖案 你希望這樣做 其實已經是獨一模擬你自己的 可以與眾不同 在香港現在市面來說 需要特別訂購 還是怎樣才能賣得到這個物料 其實就不需要很刻意去訂購 不過又可能要知道一個途徑 去認識這個物料 因為現在香港未必是 個個都知道有一種這樣的物料 還有它生產的時間很快 它只要在現場做一個星期左右 就已經可以完成 很快 真的很快 其實很多家家戶戶都很適合它 剛才說了 原來有這麼多漂亮的物料 甚至知道你們公司已經有發展商 合作做示範單位 而且我還知道曾經有試過去米蘭參展 其實去到當地的時候 你有甚麼感受 因為其實米蘭是算… 意大利在室內設計這行算是一個尖端 其實在每年的家居展 即米蘭的家居展 我們公司都會安排我們去那邊做一個考察 跟當地設計公司都有一個交流 因為在那邊可以看到他們對設計的執著 比起我們要求高很多 我們在那邊都會不斷去學習他們一些新的元素 其實這種藝術批檔都是屬於一種外國 帶入香港的物料 我們會不斷去學習這方面的東西 有甚麼令你很難忘 去到考察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東西 你會覺得為何可以這樣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都有的 反而我會這樣看 因為他們每一個品牌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 但我們每一次看他們都會覺得已經做得很好 但其實他們每一年都在追求托空 可能將一件產品如何做得更好 反而我們每一年都會覺得很驚訝 因為他們的執著令我們很佩服 設計上 設計上 還有各方面的一些應用上 應用上 其實在外國的 通常你剛才說到他們這麼執著 這方面的東西 其實他們的一些設計很漂亮之餘 有沒有曾經有想過 其實這個的一些想法 可以引用在香港的地方 有沒有這樣的設計 有 但是香港的設計 可能真的要 因為外國的可能會配合很多環境 可能他們的單位都會比較 在香港會比較大 配搭上面或空間的運用 其實我們都可以套用 但是我們可能花一點心思 因為始終可能環境不同 我們可能要花多點心思 幫他們怎樣去配搭 幫他們做一個配搭 相信大家想了解多一點 Steven 究竟如何設計 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家居 融合大家的客人的需求 讓大家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家庭安居 去吧 去吧 嘩嘩嘩 天氣一絕 不斷氣喘 可能氣管敏感翻發了 不用怕 現在已經有針對氣管敏感的口服藥 還不含屢唇 和風料理好滋味 超讚放題入軍賞 居酒屋大吉 是和食潮人的必然之選 高清隔熱 for UV 新一代玻璃隔熱膜 令家居冬暖夏涼 高卡士 將虛幻抽象與專櫃氣派相結合 特設六間主題套房 盡顯超現實主義風格 全新電視頻道 A Plus 優質生活台 優質節目帶你了解生活 享受理想生活 健康飲食 高消費娛樂 金融財經 時尚潮鬥 品味消閒 醫食住行 吃喝玩樂 應有盡有 還有玄學宗教 寵物護理 名人專訪 啟發你的思維 擴闊你的視野 一個真正享受優質生活的頻道 由A Plus 開創 繼續回到家庭樂安居 我是節目主持人胡一軒 繼續請回我今天的嘉賓 就是新一代設計師 就是這間旺室設計有限公司的設計總監 Steven和大家聊聊天 Steven你好 剛才和大家說了 現在有很多新的物料 可以佈置到家庭很漂亮 不如我再想問你一些問題 其實在你們設計師的心目中 其實是大單位更好設計 還是小單位更好設計 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很難有一個作準的答案 老實說 大單位自然發揮性會比較大 但是小單位 其實很多 因為小單位的局限會比較大 誰的挑戰性更大 對你來說 對我來說 通常在空間上 空間運用 而且始終小單位的儲物量 一定偏低一點 我們要怎樣在一個 大家都是一幅長身一個框框 怎樣做到一個盡用空間的做法 這會比較花功夫 其實現在香港人 我經常都說 他們很喜歡 有一個 很喜歡把自己的心頭號帶回家 例如有些朋友喜歡玩模型 類似那些很特別的公仔 我們經常都說在香港人 其實如果一個朋友 喜歡把這些東西展現在家裡 其實算不算可以把一個主題 在家裡展現出來給他們 其實可以 好像屋主一些特別的喜好 show room 好像你剛才說的模型 其實是 如果我們設計師的角度 其實覺得這些是有價值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在設計方面 其實如果把一個屋主的喜好 可以套入自己的家裡 其實是 第一 屋主會很開心 第二 我們設計師可以滿足屋主的需要 其實我們也會 讓第二個屋主很開心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種很好的挑戰性 除了把屋主的喜好套入去 設計上 我便知道原來現在 除了你剛才說的那個藝術批檔之外 有另外一些物料很特別 亦可以令到房子很漂亮 你今天也帶了一些相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如適時可以先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圖片上 我想了解一下 究竟這裡 其實那張桌上面 我想了解一下 好像有些特別的地方 那張桌是怎樣 什麼一回事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圖上面的 巴桌的設計 其實是 你見到它若隱若現 有些燈光效果 你見到全屋都呈現了一個 比較偏向藍色光 其實我們用了一個LED的設計 這個巴桌 其實我們用了一個透光石的石面 透光石 透光石 在香港其實一直都會有一種這樣的物料 其實透光石的特性 就是它本身已經呈現了一個半透明的狀況 其實我把LED燈套入了在巴桌的透光石設計 當我全屋的燈光一起著開的時候 其實巴桌也會同時一起發光 其實是有一個互相呼應的作用 除了一張桌之外 另外好像還有一些乾坤 豆丁有什麼乾坤呢 大家可以看到巴桌旁邊 會有一塊很大塊的鏡 其實這塊鏡就不是 就這樣看似一個很普通的一面鏡 但其實它裡面是內有玄機的 它裡面是收藏了一部電視機 收藏了一部電視機 沒錯 其實這種鏡我們叫做原子鏡 或者叫單面鏡 其實它有一個特性 它的特性就是當另一邊看上去 可能是一個普通的鏡 但當另一邊有光去反射的時候 其實它就可以看穿畫面 我把電視機收藏在裡面 當電視機開啟的時候 它自然就會透射到玻璃面上 其實現在這個設計多不多人用嗎 這種設計比較少 老實說會比較少 因為很根應你本身單位的設計 為什麼這個單位我會用到原子鏡這個原理呢 因為這個電視機本身 我不是一個純粹去看電視用的 因為在客飯廳 本身已經各有一部電視機 其實在我想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知道業主很喜歡去旅行 它有很多旅行相片 很多的家庭相片 我覺得是很有價值 我很希望在設計上 可以套入到這種會議 在單位上 其實原師的設計就是一個 大型的電視商家 但如果我在一個廳裡 有三個電視機 太多太累了 所以我才會想起用原子鏡的特性 去修飾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技術是何時興起還是怎樣 還是現在開始引入香港 其實我們大家一路都會接觸到 好像一些天幕玻璃 可能在外場看到的 你可以看進去看到一面玻璃 但其實在屋裡看出去是可以看穿的 這些就是這樣 已經是類似那種效果 只不過有一邊有光 比較乾的 你可以看穿它 原來是這樣 原來新的一些技術 可以這樣去美化家居 另外一些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看 Steven也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這裏當中 我挺喜歡這個色調 因為我比較喜歡 整間屋裡比較暖的感覺 當中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玄機在裏面呢 其實大家看到這張圖 它是屬於一個比較溫馨的設計 你也可以看到背景 有一幅是用木造的特色長身 這幅特色長身 它除了是一個裝飾性之外 一個橫色上的配搭之外 其實它是隱藏了三個門 有一套 右邊是一個工人房 中間是一個雜物房 左邊是一個隱藏電飄箱的門 它這種做法 我稱為暗門式的做法 為何你會當中用這間屋 你會想到用暗門式去幫它做 因為暗門的做法 其實除了是裝飾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 可以拉長空間的感覺 還有好像剛才的畫面 如果同一個長身 有這麼多門出現的時間 你會覺得是很化的 或者你根本都會影響 你本身的家庭的感覺 可能會失跡了 所以我們用暗門的時候 可能都要取決於空間的運用 但是說回現在越來越多 朋友就說 喜歡注重那間屋當中的燈光效果 其實在設計師當中 怎樣可以將現在的 這麼漂亮的燈光 運用在家中 令它們舒服一點 打破一些傳統 例如我們以前經常覺得 大廳就一盞燈 很簡單的一盞大燈 飯廳有一盞大燈 但現在在你們的設計當中 已經完全不同了 其實燈光和光線運用方面 你們是怎樣想的 燈光在室內設計 其實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始終一個環境的氣氛 就是取決於燈光上的設計 其實在很多市面上 現在是比較流行的 一種叫LED燈 有LED燈的做法 其實這種LED燈的做法 已經可以有七種不同的顏色變化 七種? 七種的 好像有些情況下 有些是可以轉成藍色光的 這種藍色光的情況 在夜晚著開的時候 你可以當作一個私人的電影院 當你開黃光的時候 亦可以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家庭的感覺 現在的LED燈會越來越流行 會開始取代我們以前用的燈 在當中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 朋友說著重燈光效果 會比較重要 沒錯 其實那個趨勢當中 我們經常都說 LED燈是一個很好的發明 在你們設計師的眼中 其實是否真是一件很厲害的物件 沒錯 因為LED燈跟以前見過的光管 有些分別 LED燈其實大家都會感受到 它往上是比較 好像在框線上 比較舒適 或者它的變化會比較多 設計師反而在它的設計上 用這種LED燈反而對它們發揮會很大作用 有一個很好的發揮 現在潮流都會開始趨勢用這種LED燈 包括以前我用的開的攝影膽 即是射燈的攝影膽 都已經轉化成一個LED燈 還有它有個好處 就是比較省電一點 它的壽命比較長一點 對於香港一些比較多開光開燈的環境下 其實都可以幫大家欺負 以往你很多的作品 大家都會見到 其實在你自己的心目中 究竟還有什麼的設計 或者有什麼挑戰 你還想試一試 其實在你見過的一些概念當中 你還未曾經親自想過去發揮 其實這個設計可以說是永無優子 因為你永遠在做一個設計 都不能被一個思想的框框 其實我們做設計師都是不斷去找一個突破 當然你說有沒有一些是自己想嘗試 又暫時都未做到 其實有 不過就太多了 因為它始終的範圍性都很大 我們都會不斷去追求這一點 去突破自己 相信大家都了解了 Steven其實都很用心 為大家去設計自己的一個安樂窩 如果大家想繼續有任何的查詢 也可以抄下這個網址 就是www.magisticdesign.com.hk 或者可以打這個電話 找Steven也可以 就是2954-5681 2954-5681 再一次謝謝Steven 關於設計上的靈感和非常實用的知識 今次的間庭浪居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如果各位觀眾想重溫我們今集的節目內容 就可以到以下網址 www.apris510.com.hk 又或者有智能手機的觀眾 也可以到App Store下載Aplus 就可以隨時隨地都看回我們的精彩節目了